这个确确实实是需要有一定的门槛 因为这个想作为一个艺术家 一定要经过专业系统的训练 专业是深入人心舞台上 所有成员们的共同标签 19岁便考入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班 进行专业学习的演员郑云龙 此前就已经是中国音乐剧行业中的翘楚 第一期节目播出后 眼睛里有星星的郑云龙 开始被更多电视观众认识 我们有自己的表演方式的 其实音乐剧更偏向于演绎 所以说戏剧表演的成本非常多 像一个角色一样在诉说这个音乐作品 而不是当一个歌手在唱这个音乐作品 这个音乐剧更多地下 ş apoy 我们有什么歌手在唱这个音乐剧行专则 我们有个歌手在唱歌手中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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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歌手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